哈哈哈哈 来了 甭管你是两驱四驱 还是前驱后驱 今天恐怕就只有委屈 本想开车出去上班 这才刚出门 结果汽车直接变不车 今天这个班是没法上了 你们说这责任算谁的呢 这前轮都不转了 为什么这后轮还在转呢 杀不住啊 真的杀不住 再看这个小Polo 不进则退 直接放弃抵抗 小车不行 就连着大皮塔好像也不行啊 这地上就像抹了油 那是滑得很啊 咱是南方的车 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雪 各位北方的车给我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样湿滑的感觉 再来看这辆公交车 这块头够大了吧 结果没想到 直接开始横移 这难道是什么最新型的过弯方式不成 已经完全超越排水区过弯了 问题不大 只是皮外伤 就算是这四区的皮卡 一样是只能原地踏破 这边还有一台梅塞特斯 但是就这个路况 已经合车没多大关系了 在这里都是寸步难行 然而马上 就有车出来打脸了 你看人家这老头子 不是走得很灵活吗 也真是搞不懂 都这么大的雪了 一个个为什么还要开吃出门 这根本就走不动啊 你们倒是将防滑链给安上啊 你们是一点不心疼 我都替这车心疼 这算不算故意碰死 保险赔还是不赔 学学人家不好吗 自己自行车出门 那是一点都不滑 实在不行还可以跑步出门 绝对让你成为最亮的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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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